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文化大学广告系与台电合作的展览 点亮爱 2月18号在校内举行了开幕仪式 2月26到28号在西门红楼正式开展 这个展览希望借由彩绘灯泡光的异象 透过孩子的纯真绘画及学生的创意文具 将正能量传递到现代社会 融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疏离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开幕式的现场 还记得上回在北市区处举行的彩绘灯泡活动吗 利用彩绘灯泡给人带来光和希望的意象 文化大学广告系的同学们 希望将正面的能量带到现代疏离的社会 让人与人之间充满更多的爱与关怀 因为台电做了很多公益活动 就是希望把这个爱一直延续下去 然后希望能点亮爱 Keep the light on 所以希望能汇集大家的爱的力量 然后绘画在灯泡上面 然后我们接下来在西门侯楼也有展出 然后会把这个爱继续延续下去给大众 有广告系与台电合作的点亮爱展览 2月18号在校内举行了开幕仪式 而文化大学的校长也立临现场 感谢台电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公益活动 也将能量传递到台湾的每一个偏僻角落 我们社会里面一点一滴啊 每一个个人的方便或者说电力的能够到达的地方 代表是我们社会温暖能够到达 当一个社会呢让每一个人他的生活条件都被照顾到的时候 这个社会才是成熟而且够幸福的 那也因此我们能够参与任何一个公益活动 都是我们同学你传递这把热 跟传递这个能量的一个过程 我们很荣幸成为其中一支 开幕式在一起点亮灯泡的仪式后顺利结束 而点亮爱的展览则正要开始 2月26号到28号在西门红楼 我们可以欣赏到这些精彩的作品 也邀请大家过去走走 和我们一起感受正能量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